台語類型片之一 間諜片 機智性感又熱衷暗號的 台版女間諜 以下資訊由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1962年 英國間諜片 第七號情報源 服役推出立刻驚演全球 尤其男主角 使人康娜來 外貌英俊又性格勇敢 總能在最危急的時刻化險為夷 身旁還有美麗女人相戀陪伴 全片動作戲 感情戲兼具 難怪令男女觀眾都為主角傾心著迷 也帶動一波間諜片的熱潮 兩年後 不讓間諜洋片專美於前 台灣也推出了第一部 質地有聲的台語間諜片 天字第一號 有趣的是 不同於新洋版的 帥哥型男間諜 天字第一號的主角 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美女 由白虹主演一位風情萬種 剛柔並濟的抗日女間諜 為了保家衛國 不惜與戀人男主角柯俊雄分手 情願嫁給大漢奸 所以在片中 她一邊扮演著正經八百的美麗女主人 同時也要耳語我詐 欲情互縱地賣弄風騷 騙取男人提供情報及協助 偶爾還得露出矛盾掙扎的神情 向舊情人表達眷戀及神情 白虹 妖姬與清純及一身的多變樣貌 果然轟動全台票房滿座 不僅天字第一號連續拍攝了五部同系列電影 當年更瘋狂掀起近拍台語諜報片的熱潮 從天字第一號續集 金雞星 假鴛鴦 乃至於《間諜紅玫瑰》 第七號女間諜 情報員 白牡丹 甚至從喜劇片 《王哥柳哥》系列變身而來的 《王哥柳哥007》等 都是在1964年至1967年 短短三年間集中爆量拍攝的作品 所以形成一門獨特的類型片種 奇妙的是 也許是天字第一號 梳立起女間諜的高規格名人典範 之後接機拍攝的台語間諜片中 最機智聰影 高招變裝 又是旋轉槍手的 幾乎都是女主角 而非男間諜 比方與白紅搭配的男主角 通常不是扮演被她拋棄的席日戀人 就是被日軍抓走 急需她來拯救的愛國男間諜 而由其他知名女星 白蘭 柳青 玲玲 小明明等 主演的《間諜紅玫瑰》 第七號女間諜 燕蝶三芒女 更是從片名就一窺即知 她們這群女間諜們 才是主宰電影 戲份飽滿的靈魂角色 但與洋片相比 台版女間諜們 似乎都無法像外國零零其男人那般 輕鬆自在地四處調情為樂 反而總把國仇佳恨放第一 愛情擺兩邊 畢竟要擔當間諜劍中的翹楚 就得有犧牲自己真愛或身體的打算 所以嫁給大漢奸當敘玄太太 或做日本特務的該女兒 她們全都無所謂 除了女人當家 台語間諜片的故事背景 也通常換湯不換藥的設定在二戰時期的抗日歷史 所以劇情主軸很清楚 好人就是國民黨的情報員 壞蛋反派角色則由日本人來扮演 問題是愛國情報員何其多 如何用暗號來辨識彼此身分 更成為間諜片中很重要的精彩橋段 其中堪稱最會運用暗號的經典代表作品 莫過於在第七號女間諜中 女主角柳青拿槍指著陳揚逼問暗號 通常念暗號的速度極快 表情要很認真 因為這可是攸關生死的當口 而暗號主題從梅花 太陽 到窗戶 玫瑰花 牡丹花 喝酒喝茶都有 偶爾甚至還會吟詩錯對一下 變化之多樣 讓人看了總忍不住玩耳一笑 甚至成為大家朗朗上口的模仿橋段 未為流行 原來台語間諜類型片 表面雖張揚著犧牲小我私情 成就國家民族的異議大旗 但騎士裡頭最饒富欣慰的致命吸引力 應該還是那一個個機智性感 飛天遁地 又能夠快速背送出許多無厘頭想像力 密語暗號的台式女間諜們 旅行 旅行 旅行